好,各位,我們先把上一次坦的東西簡單覆蓋一下 好,那我們上禮拜坦的是這個 這個,這個,不是這裡就好了,就是收拾 這個,好,這個,這個部分再簡單覆蓋一下 好,那這個是我們針對各種資料提供 這個在頂遮群、遮群還有遮群 所要花費的這個時間的一個總表 那在這裡給各位參考 我們的目標就是希望說,看看有沒有辦法頂遮群、遮群還有遮群 所花的時間是在播的話,這樣時間能不能達成 好,那首先是這個,所謂的Static Attraction 靜態 Attraction 那這個靜態 Attraction,我們就是想辦法 把一個P的這個資料,把它轉換變成這個Table的Index 也就是它相對應的位置 那像這個範例的話,我們就是把這些P約有個值 把它握個死之後,把它放到我們的這個Table裡面去 那,可是呢,如果萬一發生困狀的話 我們就是把發生困狀的這個資料 這個位置,這個資料,把它放到下一個位置 下一個位置 好,所以呢,這個,我們這邊有幾個名詞 一個是HashTable 一個是所謂的Start 那我們在這裡就是,真正放資料的地方叫Start 那這個Bugget等於是,我們在這個HashTable裡面 所講的那個位置 那每一個Bugget可能有好幾個Start 在我們這個範圍裡面,一個Bugget就有兩個Start 那HashTable裡面就是,當你要放東西進去的時候 那個地方是,是這個隱瞞的,沒辦法再放的 那就是HashTable裡面 好,那這個HashFunction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希望做到兩個動作 第一個是,我們要計算的話,要非常容易計算 第二個就是,我們碰撞的時候,這個情況要盡量的少 好,那我們,比較常見的總共會有四種HashFunction 好,那首先第一個是Division 就是這個,處罰方式,我們求的它的儀數 那像我們剛剛考試的第一題 基本上也是這樣一個範例 我們就是把這個Key的值 Mode一個低的這個值,得到儀數 那這個儀數就作為它這個HashTable的位置 那我們在這個處罰的預算裡面,比較理想的是 這個Division是PineRumber,就是比較理想的 再過來,第二個方式是MiddleSquare 那我們就是先把這個Key的值,先把它平方 像是平方之後很長 然後呢,我們就取中間的某一段把它取出來 假設你的這個Barket Address 是最大是到9999 那我們就可以取四個 四個位數的值把取出來 做我們這個HashTable的位置 第三個是Folding 那假設這個,我們上面這個是我們Key的這個 非常長 那我們就把這個Key的值把它切斷 在這段把它切斷 那左邊這個第一種方式是Suit,Folding 就是你切完之後呢 就按照順序,第一個是123 我們就把123擺下來 下一次是203,把203擺下來 再過來是241擺下來 再過來是112 再過來是20,擺下來之後呢 我們把它槌子相加 那得到的是699 做我們的CashTable的位置 那第二個方式的話是 我們除了這個切斷之外 我們還有正向跟反向 那第一段的話是123 這個是正向的 由左到右 再過來呢 這個302是反向的 由右到左 再過來是21又是正向的 再過來211是反向的 由右到左 再過來20是正向的 那一樣我們把它槌子相加 897做為我們HashTable的位置 再過來就是 有關於這個Operflow的處理 那基本上這個Operflow的處理 就是兩個 兩個大的準備 一個是 open authorization 另外一個是chain的方式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open authorization的方式 那首先就是 拼捏拔拔拔 那拼拔拔就是 每一次你碰到 這個遇到碰撞的時候 那我們就看看下一個 位置到底會不會放 那再不行的話 我們再看下一個位置 那這個 就是我們剛剛考試的第一題 我們用的就是 linear problem 方式 那第二個方式 就是 cortrated problem 那cortrated就是 平方 那所以呢 這個第一次你 放鬆控狀的話 譬如說這個HlOx 那換一放鬆控狀的話 那下一次的話 我們就加 1的平方 再來就-1的平方 再過來就加2的平方 等等 像這樣一個情況 那同時 這個有一個定義說 如果你所選擇的這個V 是4A加3 這樣一個情況 那譬如說 我們這個選擇V是7 它是 組了這種4A加3的情況 那這個時候呢 你把這個什麼 加I 加I的平方 所有的情況把它列出來 那它就為什麼 它會 它會 固滿我們整個0到7 這個範圍 會固滿 所以就是 等於是 我們的Table上面的 每一個位置都可以 可以嘗試過 再過來是這個 Rehash的方式 那Rehash的方式 就是 我們也不要管這個公式了 就直接看 假設萬一 不能碰撞 那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就 然後 找下一個 利用下一個Hash function 來幫我們 進行Hash 所以第一個Hash function 可能是 像這樣一個情況 然後 這個如果碰撞了 我們就看第二個Hash function 再來我們就看第三個 再來我們就看第四個 所以在這裡的話 就可以設計很多 這個Hash function 來幫助我們 看看 要把這個東西 放上去 再來是這個 Chain的方式 那Chain的方式 就是Link List 所以呢 就是 當我們有 碰撞 那它就是把所有東西 把它串在一起 那其實在這邊的話 你也可以說 它並不叫做碰撞 因為 就是 你這個 對應的這個位置 譬如說 6分23 你摸的17 都是6還有23 那我們把這個 6分23 我們就把它串在一起 那如果你再進來 多一個的話 我們就繼續把它串在一起 那當然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考量到 你這個Link List 就不能太長 太長的話 那等於是因為 另外的社群 就太慢了 所以Link List也不能太長 好 最後也是這個 我們這個Hash的 第二個大部分 就是 Dynamic Hash 動態的Hash 那我們這邊這個 範例 就是 我們這邊 有10個資料 那這個10個資料 要來封給我們 用6Bit來表示它 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這是10個資料的狀況 好 那第一個方式是 我們用這個所謂 Directory 就是有 有幕戶的 一個方式來進行 Dynamification 那我們看下面這個範例 就假設 一開始 我們已經有一些資料在裡面 那在這邊的話 就是 有 六個資料在裡面 然後呢 我們這邊看了 就是 這個 6Bit裡面的 最右邊兩個Bit 那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A0 這個最右邊兩個Bit 是00 所以它放在 D0的8Bit 那B0也是一樣 會放在 D0的8Bit 那A1跟B1 A1跟B1的 最右邊兩個Bit 都是01 所以放在D1的8Bit 相加一個情況 那 假設 下一次 我們增加進來的 一個是 C5 那C5這個的話 是 1110 101 那這個時候呢 你把這個C5 要放進去 我們剛剛這裡面的話 如果看 最微兩個Bit的話 它也是01 那01的話 這個 0E已經滿 所以就 可能碰撞 好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看看說 我們要擴充到幾個Bit 才能夠 讓我們這些 分裝的這些資料 會分離開來 那在這個範例裡面 我們就看到 你把它擴充到3個Bit的時候呢 這個 A1 B1 還有 這個C5的 這個E01 他們就會分開來 所以呢 我們就把 我們的Directory 把它擴充到3個Bit 那這個擴充之後呢 就這樣一個情況 初步把 下方 下方這個 我們就把它連到上半部的同樣的位置 一堆一堆一堆把它連上去 然後接下來 你就把 剛才碰撞的 這個部分 我們就把它Rehash 那所以呢 這個剛才有碰撞 就是這個 A1 B1還有這個C5 那這一部分的話 我們就把它Rehash Rehash之後來這個C5 它會 自己佔一個新的Bucket E01這個地方 好 假設我們再加入一個新的資料進來 C1 那這個C1的話 它是E100 001 好 那你加起來之後啊 也是要在這個001的 電話發生碰撞 因為它後面是001 那你會在001的發生碰撞 那一樣喔 我們就去看看說 這個發生碰撞這幾個喔 一個是這個A 還有一個是B 還有C 就這幾個 看看 到底要幾個bit 才能夠把它們分開 那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你只看三個bit的話 他們是碰撞的 所以呢 我們就看看 這邊四個bit的話 他們就可以把它分開來 所以呢 我們再度把我們的這個directing 再擴充變成四個bit 那變成四個bit之後呢 我們就是把 剛方碰撞的這幾個 重新Rehash 那Rehash的結果的話 就是這個 A1還有C1 V 會在這個地方 會在001的地方 然後呢 這個B1 會在1001 就是這個 那我們就這樣 就把動作解決掉了 好 再過來是 我們的 這個Dynamication的第二種方式 那第二種方式 我們這邊有 這個 六個資料已經放在裡面了 那現在我們準備把這個C5把它加進來 那這個加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 知道這個是要放在這個 現在只看兩個bit的話 它是放在01的地方 那放在01的話 這個01它裡面已經有兩個資料在裡面了 所以就是Overflow 好 那這個Overflow 如果每一次放在Overflow 我們就把這個Hash table 再增加一個新的Bug 那所以呢 我們就是 剛是 剛是到11 現在再增加一個的話 變號就是100 那當然這時候 我們就應該看三個Bug 好 那我們就增加一個 一個叫做1100 那同時呢 我們就跟 把這個 跟100相關的 就是00 還有這個是00 相關的 這個部分 我們拿出來repeach 那也就是把這個 把B4跟A0拿來repeach 那B4跟A0 repeach之後呢 這個 我們就把這個資料都分開了 就變成這樣這樣 給它分開了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剛剛考試題目的 這個 這個A小筆的答案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答案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 再下一次 我們再這個 看到這個C1 它又進來了 那進來的時候 我們看看這個 它是001 那001的話 又在這個地方 又在 再度 發生Overflow 那發生Overflow 我們就是 再把這個Hash table 再把它擴大 再增加一個新的Bugget進來 好 然後呢 同時把剛剛有發生通通的這個 對 就是把這個 跟你相關的這個 01 相關的這個01 這個部分 把它重新repeach一下 好 那repeach的結果就是這個 A1 C1 V5 C5 放在這邊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寫好的這個 這個 Videos 的 Videos 答案是這個 好 再過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第10章 那我們這個第10章 那我們這個第10章 是這個 裝門介紹 Mine Search Tree 好 好 那我們首先呢 就是 這個第一個就是 我們要建造一個 最好的Mine Search Tree 那我們看看這個 左邊這個5 它是一個Mine Search Tree 那所謂的這個Mine Search Tree 就是 你在存資料的時候 你比較小的值 放在左邊 比較大的值 放在右邊 譬如說這個Tree 我們可以看到 那10這個左邊這個5 是比這個10還要小 10的右邊這個 這幾個都比這個10還要大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進行搜尋 好 那我們看 左右這兩個 這個Mine Search Tree 那一般我們就會 就會覺得說 你右邊這個比較好 那為什麼我們會說 這個右邊比較好呢 那其實啊 你心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基準 就是 假設 這個每一個資料 被縮選的幾率都一樣 所以是Equal probability 被縮選的幾率都一樣的 情況之下 那我們會認真 右邊這個Tree比較好 因為它左右比較近 那像左邊這個Tree的話 它就寫情形一邊 比較不好 可是當我們把 這個 不同的機率 把它放到我們的 這個縮選資料上面的時候 情況就不一樣了 那假設我們的這個 縮選的距離變成這樣一個情況 好 那這個時候咧 我們就會發現 左邊這個資料是比較好 右邊還好 好 所以咧 我們的這個 這個地方Mine Search Tree 我們的目標就是 當我們 我們給了 給了一堆資料 A1到A1 這個其中A1到A1 已經排好順序了 那這個時候咧 我們希望知道 我們怎麼樣去建造一個 最好的Mine Search Tree 那所決定的就是 有這個搜尋Ai的這個機率 這個叫Pi 還有咧 說尋不到的機率 Ai小於等於X小於等於Ai加1 那這個部分咧叫做Qi 好 那當然 既然是講機率的話 那我們的這個 Pi 跟所有的Qi相加 這個部分 當然要等於1 那給你右邊這個Tree的話 給你右邊這個Tree 那我們也可以去計算 這個Tree 它本身的Cost 那這個是我們的這個Cost 好 那 最後就是 我們希望能夠建造一個 Optima Mine Search Tree 那這個Tree就是你的Cost 是最小的 好 那這個Optima Mine Search Tree 這個 建造的方式 建造的方式就是 這個公式就是這一條 這個就是我們 這個就是我們的公式 好 那這個公式呢 我們在寵物裡面就是 這個Cij Cij代表的東西 代表你從 代表你從 從什麼 Ai加1開始 就是I到D之間 他們的Cost 但是這個 I到D之間的Cost 是從Ci 從這個 I加1開始 那第二個是沒有包含在裡面的 好 那這個Cost就是 基本上就是會 Pk 就是搜尋這個 Ak的機率 然後 WL呢 是搜尋左邊這個Tree的 這個機率 WR呢 是搜尋右邊這個Tree的機率 然後再加上 你進到左邊這個Tree的時候呢 你的Cost 是Cost L 進到右邊的時候 你的Cost 是Cost R 那這個整個相加之後啊 就會等於這個東西 簡化這個公式之後 我們就得到這一串 好 那這邊的話 順便說一下 那這樣一個公式 其實在這個演創好裡面啊 這個叫做動態規劃 叫展現可規面 我們在這邊寫了一個公式啊 那這個公式它有一個recurrent的關係 就是這個Ciz 這個Ciz 這個Ciz的值 它是有比較小的範圍 Ci到L-1 還有呢 Ci到J 這個L呢 是在I到J之間 所以這是比較小範圍 這是比較小範圍 這是比較小範圍 那像這樣 就一個種方法 我們在演創法領域 所以我們就稱它這個叫做動態規劃 Dynamic Provement 動態規劃 所以我們解決這個optima VST 的問題 是它所採用的這個方法 就是動態規劃的方法 那它所需要的時間複雜動作 我們這邊沒有詳細分析 那這個可以算得出來 它是Order N38 好那這個 下面這就是一個範圍 我們就略過了 好再下來 剛剛我們是給了機率之後呢 想要得到最好的Tree 那可是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在做Tree的這個insert 或者搜尋的時候 你可能沒辦法事先知道 我們要搜尋的機率 剛前面那個方式是 我先知道搜尋的機率 那一般我們是不知道的 我們是邊做邊網去把它建立起來 那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就是 我們在邊做邊建立的情況之下 我們怎麼樣把這個Tree 把它弄得比較好一點 那第一個我們要介紹的是AVLTree 那這個AVLTree 當然是非常有名的一個Tree 那這個為什麼叫AVLTree 好 那這個AVLTree 基本上它是什麼功能呢 就是 Hide Balance Hide就是高度 Balance就是左右平衡 所以就是 你這個Tree的這個 左右高度啊 有平衡的 那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左右高度平衡是什麼算 這個是明確的定義 在這裡 這個我們就是用一個東西叫 Balance Vector 就是平衡因子 平衡的因子來做計算 那怎麼算呢 就是由這個HL減標HR HL這個東西 是左邊Tree的高度 HR 這個R就代表右邊 右邊Tree的高度 那這個Tree的高度呢 左右平衡的意思就是 你的Tree高度差 只能在什麼範圍裡面 只能是-1 0 或者是正1 只能是這三個情況 其他不行 所以你左右兩邊的高度差 不能超過這個 超過這個的話 我們就說你是不平衡的 好 再過來就是 那這個Tree它有什麼樣的能耐 那我們先講一下結論 這個Tree的能耐就是 我們未來如果要 insert的資料進去的話 或者是我們要刪除這個資料 那這個時候 你花的時間 都是NopeN的時間 導致NopeN的時間 就是 其實意思就是Tree的高度 你要insert雷號 你要delete雷號 你大概花的時間 就是Tree的高度 那Tree的高度呢 它不會傾斜一邊 因為我們有保證的 左右的高度差 -1 0 或者是1 所以呢 你的左右高度差 不會差超過這個範圍 那這個時候呢 已經可以保證你的Tree的高度 配在NopeN的範圍 好 那再下來就是 我們都先講結論 我們等一下把它看範例 這個結論就是 當我們加入一個資料的時候 insert 加入一新的資料的時候呢 我們可能需要 rotation rotation就是旋轉 旋轉 這個rotation就是旋轉 那我們需要什麼旋轉呢 我們可能需要single rotation single就是一個 所以就是我們需要一次的旋轉 或者我們需要double rotation 兩次的旋轉 double rotation就是兩次旋轉 就是我們降運去的時候 我們需要一次旋轉 或者需要兩次旋轉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範例 這個範例 這個是我們在這裡把 我們一年的這個 十二個月份的名字 檢寫 就把它建立 建造一個 迈色區 所以呢 我們這個迈色區本身 你的這個 左邊還是一樣 這個是一個 左邊比較小 右邊比較大 左右大小的話 我們就看abcb 這個b就是比較大 a就是比較小 是看英文字母的這個順序 好 那下面這個就是一個 AVL區 那我們把它稍微把它看一下 這個是 這個是 J開頭 所以左邊的都是 比這個J開頭還要小 左邊這個 這個D啊 F啊 A 是比這個J還要小 那右邊 右邊 右邊 都比這個J還要大的 你可以看 右邊這個 是M開頭 Jule這個東西 Jule這個東西 都是比這個J還要大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個 MineA升區 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Height Balance 高度的平衡 那我們看看這個高度也被平衡 我們高度平衡這個值 我們都把它寫在這個Node旁邊 那我們看一下 譬如說這個 左邊的高度是1 這個叫做高度是1 左邊有一個 那我們就說它高度是1 所以左邊高度是1 右邊高度是0 左邊-右邊 那左邊-右邊的話 就得到這個是正1 這個呢 左邊高度是2 右邊高度是1 那所以 左邊-右邊得到正1 這個呢 左右兩邊都是0 所以相顯得很0 這個 左邊高度是1 2 3 右邊高度是1 2 3 4 那得到就是-1 高度怎麼算 高度就是那個tree裡面 那個tree裡面的最深的地方 叫高度 好 不是看最淺的地方 最深的地方 最深的地方叫高度 接下來我要講的東西是 請我把板塊跑 請問我們這樣定義這個 Area去之後啊 你的Lift node 是不是相差至多是1 Lift node所在的Level的位置 是不是相差至多是1 答案當然不是啊 因為這個就非常明顯啊 對不對 這個Fdb這個 跟Strapeber這個 他們相差Level是2 所以 記得啊 我們的這個Area去的定義是它的高度差 不是它的Level差嗎 你不能弄錯啊 你不能弄錯啊 不是它的Level差啊 是高度差 不是Level差 高度都是看那個tree裡面最深的地方 那Level有高有低 所以你不要誤會說 我這個Level只會相差是1 不一定的 像這個我要相差是2 這個Level相差是2 所以是看高度的 那上面這個明顯 它不是一個Area去 最明顯的 好 那再過來就是 我們在這個Area去裡面 剛說insert的時候呢 可能會產生一些情況 那這些情況的話 我們在這邊 就把它總結一下 這個情況一共有四種 LLRR LR 跟RL 我們除了這個 這邊介紹這個Area有趣之後啊 等一下我們還要介紹 第二種第三種 那他們都有類似的這個講法 所以這個LLRR 這些名稱啊 等一下這些名稱 我們會一直平序下去 都會一直在使用 都會一直在使用 好 那這個 LLRR 這什麼意思呢 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個LL 什麼意思 L就是 左邊左邊 left left RR就是右邊右邊 那就是 你要加進去的地方 你要加進去的地方 加進去的地方 在什麼地方 在左邊左邊右邊 那這是什麼 先左邊再右邊 所以LR就是 先左邊再右邊 換成英文 換成英文 就是 左邊的右邊 所以你看 有這個LR 先左邊再右邊 我們讀的時候 先左邊再右邊 所以我們印射的地方呢 就是什麼 在 left substitute 左邊的右邊 左邊的右邊 我們加進去的地方 是在 左邊那個subtree的右邊 所以如果你從 從你加進去的地方 往下看 他是先左邊再右邊 所以這個可能 各位要把它註解一下 不要把這些地方 把它弄錯了 這個代表什麼 左邊 加進去的地方 是在 左邊的subtree 右邊 那同樣的道理 RL就是 先右邊再左邊 所以加進去的一樣就是什麼 right substitute the net 好 然後再下來 就是你可能會需要 你可能會需要 rotation 那什麼叫需要rotation 當你加進去之後呢 你會讓這個左右不平衡 加進去一個新的點 你會讓左右不平衡 那那個地方呢 我們就需要rotation 那什麼時候 你加進去會左右不平呢 加進去之後啊 你的balance factor 改變變成正二或者負二 你原來最大的只是正一 負一 最大的話也是正一跟負一 當然你也有可能 好 但是你加進去之後呢 使得你的balance factor 變成正二跟負二 那就變成左右不平衡 那在左右不平衡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要什麼 我們就要rotate 那進行rotate的方式 就是有這四個方式 這四個方式 那其中的這個LL跟RR 這個只需要 single rotation 需要單一次的rotate就可以了 另外的這個LR跟RL呢 那就需要 double rotation 那這個等下我們就 再探觀力 我們先下課休息 那這個下課休息的時候 就請各位喔 來前面拿我們的消化的考卷 我都不要第一發了 都自己來拿 好